在香港大概有8%的人是同性戀者 更有一個是你左近 而網上有不少的人撰文分享心得 教人望聞聞切 從言行舉止到衣著打扮 識破同志身份 但這些心得到底是否真的有用呢 我們今天就拿著這個同志識別秘笈 來到很多QR文青聚集的油麻地電影中心 來測試一下 正當我們設好攝影機 割咒位的時候 才發現做街坊原來一點都不容易 看看我們的導演和主持你就知道了 是一個網上關於聖小眾平台的 聖小眾一個 什麼事 即是我們街頭訪問 有時間嗎 有時間嗎 對不起 經過我們三櫃狗扣 終於有人上了 不知道他們是否是機的 根據網上的傳聞 其實謹慎一些 七番褲 還有這個涼鞋和車子 其實是很符合機的特徵 想問你是不是是機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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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機的 絕對不是 大部分都是要用外表來判斷一個人的 都沒有什麼感受的 沒有什麼感受 即是不會有點困難的感覺 不會 Krissy 你可以說這個給我嗎 我沒有想要是機的 有點失誤 這是一個性格的性格 我可以不批評 但我不會說我不太不開心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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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找了三個之後 就不太順利了 不斷被拒絕 我們都開始有點疲累 塞浪和崩潰 為何會搞的 但是生命滿希望 前路有我錯 我們總算又找到新的目標了 然後呢 我們就看到你 就符合了 某色特徵 我是啊 你是嗎 我是啊 你是嗎 對啊 那剛才是我男朋友 這真的嗎 對啊 是嗎 難道這個秘符真的可以 肉之後是如何 自己看看吧 你覺得自己可能 就是衣著打扮 會不會跟性傾向有關係呢 我覺得跟天氣有關係 哈哈 我覺得是很難 要分析 你的表情 要分析 是否是女性 不 不 不 我認為是否是女性 也不關你的事 我是否是女性 也不關你的事 不需要透過你這樣去形容 究竟我是還是我不是 衣著應該是用來判斷 一個人給人的感覺 而不是他的性取向 是的 說就這麼說而已 你以為你們不會找方法分別機嗎 就算我自己心裡有個邪去判斷也好 那個只是我心裡的判斷 我不會去出聲跟別人說 喂 我覺得你很機 除非那時候也很奇怪 跟普通一個男生沒什麼分別 只不過是你可能認識一點 才會發現他有一點點不同 我認識很多人 有很多人是女性 都不同 所以我不認為有一個角色的角色 就是你不介意別人知道你們的心情 我不介意啊 因為我們也沒什麼不一樣的 你跟你男朋友拍了什麼 你說我們在一起昨天嗎 對 三個多月 三個多月 對 我們兩個應該都是bye 兩個都是bye 對 但是我們剛剛碰在一起 然後喜歡對方 所以就是 對 準備 bist動手 直接急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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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Please 對 多ziej 你 傳大家 我 對 你 desire 感谢观看